一听到消防车声音 骑士很激紧 马上刹车让路 但后方机车还没反应过来 碰得一声直接撞了上去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好几辆消防车急着转关 入口机车要礼让 却撞成一团 两辆机车都倒在地上 不过幸好骑士没有受伤 车祸意外就发生在 30号晚间10点 台北市承德路名全息路口 当时有11辆消防车 和一辆救护车接到通报 有人失足跌到码头旁的沙洲 正在出勤 而绿灯直行的机车 马上停下来 但另一名骑士 虽然听到声音 却找不到消防车在哪里 两车才会发生捧撞 一般来说消防车出勤一定会有警报声 不过出了声音 上面的红色警报器 也可以辨别消防车方向 如果还是认不出来 消防人员也有最后手段 毕竟救人分秒必争 路上看见消防车救护车 一定得马上理账 多了几个辨别方法 下次就能更精准知道 车从哪里来 避免让路 让出意患 华世新闻 话题是张俊慧 台北报道